要不要告诉景臣 他打了刘毅的事请他帮忙 到时候总该抵挡得了刘毅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 于书就觉得有几根可行 虽说因为水云的遭遇 他和景臣这些日子疏远了 但是过命的交情不假 景臣如果知道刘毅要打他的主意 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再者以景臣如今的贵重身份 清风的盗子对上一名皇子 对方的面子上也要礼让三分 只要景臣压得住刘毅 他自有办法收拾季心悬 于书整理出一个缓急轻重 当下决定 等今天双阳会散了 就去找景臣谈谈 到了这个份上 已经不是靠耍小聪明 就能混得过去 再不找朋友帮忙 难不成真的等着给人家做小老婆 景臣 我想去探望一下水姑娘 等今天下午散了 我和你一路回公主府怎么样 哦 好 景臣没有多想几下就应下了 不知于书是寻个借口 哪里真的是想去看水云呢 于书的心神一松 表情缓和了许多 正要说话 于光就瞟见了长廊后边的小道上 一名眼熟的侍卫神色匆匆地走近 殿下 那侍卫就站在刘坛的身后 先向他问候 再转向景臣 凑近了低声禀报 这楼上不怎么安静 于书仔细听 都没有能听清楚 他说的是什么 去见景臣的脸色有些变了 听完了话 就从椅子上站起来 对着面露疑惑的刘坛道 童云 我先回去了 你带我向旁人解释一番 出什么事了 刘坛紧张地问道 是不是小师姑 景臣点了点头 没有多做解释 又看了于书一眼说道 今天不方便 我改天再请你到公主府 于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猜想是水云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看着景臣一副急着要往回赶的样子 不由暗看了一口气 心知 今天是和他谈不成了 心中闪过了一丝的失望 回他说 哦 那就改天吧 景臣说完话就带着人走了 没有和这楼上的其他人打招呼 但不少人看到他离席 都让人来询问刘坛 刘坛和这些人打起了马虎眼 并没有说明景臣回去是因为水云出了事 景臣这么一走 于书坐在楼上更没了心情 漠不关心地听着从楼下擂台两旁的人群里 传出来的鼓掌叫好声 端着的一杯热茶直到手心凉了 不知不觉快要到放榜的时辰 楼下的场地被清空 玉室出面 密封着名单的告示牌子被人抬了出来 于书勉强集中起注意力 听着玉室的宣读声 比较着剩下的四位皇子各自的人选 奇数一科 若论难度 当得上是大言六事第一 每年参考的人往往是最少的 而能有资格上榜的议师 少有不是戏出名门来自世家 这种现象并不奇怪 学艺本就不易 寻常的艺客没有身家背景 哪有机会接触到上乘的艺术 于书开考之前 曾通过薛瑞 进过太史书院的藏书阁 阅览了历年的考卷 大言开示二百年间 奇数一科的考题是千奇百怪 无不刁钻 若想达卷出彩 必要有理有据 并且引用奇数所学 才能入得了思天间 那位大人物的法眼 玉室从长及幼 先拆封了宁王和八皇子的名单公布 一共六张名帖各自不同 再来就到了刘潘 九皇子下宦明帖 一位太原考生段恒之 一位江西浮县考生王静 一位艳阳城考生文绍安 虞书听到玉室念了文绍安的名字 才放心下来 之前就怕刘潘改动了他的名单 其他两个人改了倒是不可惜 唯独这文绍安 正是他从刘潘给的那份名册里 从七十余名候选者中 周算出来的第一人选 万一文绍安争气能登三甲 虞书这个昆席才能算得上是坐稳了 不会再有人将他看成是一个凑数的 刘潘倘若识人 岂会不引起他重视 如此一来 他身上又多了一层保障 想到这里 虞书不禁精神了许多 将手里的冷茶倒掉 又蓄了一杯热的暖在手心 睁着眼睛 远望着和蔼 只等着超榜的人快马到来 贺兰愁隔着桌子 留意到虞书眼巴巴张望的模样 捏着唇须笑了笑 偏头和刘潘说道 殿下看 于姑娘 瞧着 竟是比您还着急呢 刘潘看了一眼 虞书对他说道 哼 你不必紧张 若是有人高中 自然最好 若是最后落空 我也不会责怪你 虞书不好意思地朝流潭笑了笑 心中常叹道 他根本就不担心会落空 他担心的是文绍安这匹黑马 能不能给他争个三甲回来 正说着话 楼外人声忽然大涨 虞书视线探出去 搜索到远处骑着马的官差 正在排开岸上的人群朝穷玉楼这边赶过来 顿时眼前一亮 差点就从椅子上站起来 来了 超棒的来了 楼下人声此起彼伏 当当当当当当当 御史看场面有些乱 就叫侍卫敲响了一旁架子上悬着的铜锣 速尽当前 又过了一会儿 那两名护送榜单的官差 终于挤到了楼下 将密封的抄卷 呈递到御史的手上 两名御史分别检查过后 才抖开了卷肘 由左边那一位捧着公布出来 这张榜刚念出来 于书就听到穷玉楼上 一阵惊讶的议论声 就连刘潭都忍不住和贺兰愁道 哦 这奇数一棵 怎么才有这几个人考中 贺兰愁也奇怪 他在京城这么些年 大言是经历过几届 须知奇数一棵 往往云集了世家子弟 能容百人的金榜上 超过半数人都算是少的了 这次却只有三十九个人考中 难道今年的题目 出得真有那么难 虞书并不关心有多少人考中 他只想知道 他选出来的那三个人 都在什么名字 越靠前 他越高兴 只要能压得过 季兴玄相中的那几个 抢了他的风头 那才叫爽快 一共就三十几个人 玉石很快念了一半 最先应重的就是 宁王名单上的一个考生 位在第二十四 今天三楼上的人坐得多 少不了有人心存讨好 大声张扬的 向刘昊 恭喜道贺 刘昊 昆席上有季心玄 这个芳华正茂的 秀原大义师作陪 满面的春风得意 远远的就朝着刘潭 刘震拱手 朗声道 八弟 九弟 不好意思 维雄 先拔一筹了 刘震的心中 是羡慕嫉妒恨 却不敢直接对刘昊 说什么酸话 甘笑了一声 便将头扭向一旁 而刘潭正要向刘昊 道喜时 贺兰筹却耳尖的听到 浴室念到了下一个人名 嘴角咧开 有些无创的打断了刘潭的声音 惊喜道 哦 恭喜殿下 又得取一元 是第二十一名 刘潭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眼中刘露出几分欢喜 点了点头 略有深意的 瞧了于书一眼 这才一扭脸 便朝着刘昊拱手 大声道 沾了七哥的喜气 我也相中了一人 刘昊笑容 在嘴角停顿了一下 神色不变地回道 哼 恭喜九弟了 刘震见刘潭这边也重彩 反倒高兴 转过身和刘潭道喜 话里话外 羡慕他的好运气 于书倒是不觉得兴奋 他有祸食法则作弊 能肯定他选的三个人 都在榜上 越早念到名字 反而不是什么好事 怕什么 来什么 于书不想太早 听到他相中的人选 偏偏只过了片刻 就再次听到御史 念出刘潭名滩上的一个人 第十八名 太原考生 段恒之 恭喜九殿下 刘潭正在应付着刘震 忽悠听到有人向他道喜 在贺兰筹的提醒之下 才知道又中了一人 脸上难言意外之色 砖头看着于书 刚想要说句什么 却找不到词了 什么时候 双洋会上的人才 变得这么好挑战 他小师姑 是道宗后人 会跟过人 又手持着一宝 才能一目识人 可这于书 不是个自学成才的吗 哪来这样的能耐 于书正因为那两人名次不高而纠结 没有注意到刘潭探究的眼神 而另一头 刘浩因为刘潭眉开二度 眼中闪过了一抹阴郁 偏偏有人脑子里缺根弦 声音不低地交谈着 哎 怎么九皇子 没了那位仙姑帮忙 还是有这样的眼光 你们到达昆席上的那姑娘是谁 我说了 听说他竟和道子有些远远啊 西文郡主就坐在纪心悬的旁边 对于纪家和于书的恩怨有所耳闻 听到这些议论声 再见纪心悬神情冷淡 便哼了一声 娇声引来了两边的注意 那位连房姑娘 本郡主倒是知道的 也是今年大研室的一个考生 不过 似乎至今是榜上无名 只是个白身的一颗罢了 大研一共六颗 除却算学一颗特立独行 其余五颗 凡能种一颗就能敬为一师 童年考种两颗 则敬为大一师 一颗们若要晋升 到现在就只能指望奇数这一颗了 而众所周知 奇数是六颗之中最难考的一颗 换句话说 余叔今年是没多大希望晋升了 众人听到这里 顿时对余叔没了兴趣 话题纷纷转移开来 西文冷笑了一声 转头对季心悬而语道 嘿 何必为那种人扫兴 你是绣元大一师 这一年 大研最出彩的人物 日后前途不可限量 谁能越过你呀 姐姐你眼光高些 别总盯着那些不成气候的小人 季心悬被他说笑了 摇摇头道 我知道了 郡主不要为我生气 西文绝了绝嘴 心说 季心悬哪里清楚 他和余叔的过节呢 余叔不知道有人 正在说着他的长短 他正竖着耳朵听 御史慢腾腾的念着人名 随着御史越读越靠前 一直到了前十 他希望越大 心跳越快 紧张的手心都要捏出汗了 第八 不是 第七 不是 第六 还不是 余叔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很想催促一时快点念 又怕过早将文绍安的名字催促出来 口干舌燥 却连口茶都不敢喝 以免待会呛到了 一四名 太史书院考生 孙兴 余叔听到这个名字 皱起了眉毛 他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人就在宁王的名单上 果然 下一刻 他就听到楼上 有人向刘昊道喜 转眼看去 但见刘昊已经站起身来 一边应付着四周的恭维 一边端起了茶水 静向昆熙的季兴玄 朗声高声道 文王以茶代酒 谢过昆坐了 这句话 一杯茶 由一名王爷敬上 明摆着要给季兴玄 这名兴敬的大议师造势 在座的个个都是人精 察觉到了刘昊用意 一个个都准备顺水推舟 正准备了好话要讲 没多少人留意着 御史接下来念的名字 却在这时 楼上有人大喜一叫 声音嘹亮的盖过了所有的人 恭喜殿下 连仲三元 喜获一味香郎 众人纷纷回头张望 就见刘昙旁边的昆熙上 站起了一名 样貌清秀的少女 脸蛋红红的向刘昙道贺 正是余叔 原来就在刚刚 御史念出了文绍安的名字 勘勘进入了齐树三甲 排名香郎 虞叔听到文绍安的名字 兴奋的脸都红了 一个香郎 虽不是魁首 但也足够帮着刘潭 压过了刘昊 每一开三度 这是大大的风光 他这一嗓子喊出来 就把刘昊刚才造出的气氛 一下子坏掉了 而季星弦正被一群人环绕 矜持地端茶回敬刘昊 邓时沉下脸 冷冷地看向余叔的方向 这楼上的气氛顿时僵着 众人立在当场左右为难 一时不知是该先迎合刘昊 还是该先要向今日的赢家 刘谭道喜 就是这么一静的功夫 没人看到楼下的浴室 转头瞧了瞧 告示牌上挂着的一张张名帖 又对照了一眼手中的榜单 清了清嗓子 徐徐地宣布道 第二名 杨州一阳县考生 余叔 穷宇楼不算高 三楼离地面也就是三丈多高 这名御史年纪不大 中气很足 站在三尺高的擂台上 四周安静 说话的声音尤其响亮 余叔正因为文绍安 刚中三甲而欢喜不已 恰听到自己的名字从楼上传上来 神情有些迷茫 左右看了看以为是谁在叫他 最先反应过来的却是刘谭 他只是恶愣一顺 便从椅子上站起来 脸上惊忧过喜不大确定地询问余叔 余姑娘 你是杨州一阳人士 余叔点了点头 眼睛眨巴了一下 突然瞪圆了 刘谭 看到他这反应 忍不住笑了 眯住眼睛 看向他的目光已然不同 但听语都要轻快 哦 恭喜姑娘高中 贺兰愁紧跟着起身道贺 笑盈盈地朝余叔拱了拱手 余叔气血商涌 此时满面红光 只觉得这会儿发生的事不大真切 他竟然考中了 而且是在哪闻绍安之前 卫列第二 堪当秀园 好大的一个彩头啊